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的資訊網 我是小三 春風動力CFMOTO 4500SR 其實今天知道要參與這場試駕的時候 我個人很期待 因為其實當4500SR的市售版要推出的消息傳來以後 很多人都很期待 因為對春風來講 這一台就是他們希望可以在性能跟舒適之間取得平衡 並且在現在越來越熱門的我們講中排量 就是黃牌運動型檔車這一塊呢 來取得佳計的一個作品 但是實際表現如何我們不知道 所以今天呢實車來了 我們可以實際試駕 我們就好好跟大家分享 到底他是一台怎麼樣的車 如果未來你要選購這個急缺的車款 他會不會是你可以考慮的車款 那照慣例我們先從外型來看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會關注到450SR 最主要一個原因就是他外型真的帥 因為他外型有幾個特色 第一他用了分層分段式的車 可是你光是頭部這邊就有很多不同的烤漆件 裝飾件以及這種很華麗很銳利的線條 這個是現代跑車大家都很喜歡設計 而且說到現代跑車有一個關鍵的重點 他有加入就是兩旁的定崩椅 這個小翅膀 其實過去我們說到這樣的車通常是什麼 可能大排量公升級的車款 他會使用這樣的設計 那他加入之後你第一個懷疑就是說 到底這個是純粹的裝飾件還是有實際的空力效果 因為過去我們在講到一些小排量車款的時候 我們提到他我都不會說他是空力套件 而是空力飾件 因為就是只有好看而已 可是這一次原廠他們有提出資料 這一台車 這台車樹林S他在設計的時候 他有直接進入風洞測試 他經歷了30個小時以上的風洞測試 經歷過200多隻的板部修正 讓他獲得一個比較好的空氣力學 所以包含了兩邊的小翅膀 包含了上面的風鏡 他都是有把空氣力學給考慮進去的 甚至是他的尾部呢 也讓他的腦流效果更好 所以這一台車 雖然他們講的舒適跟性能兼具 可是如果你去看他的設計原點的話 他就是為了性能 為了速度而升的 那除了頭部之外 他的油箱部分其實也做得很清楚 其實整車包含配色來講 你可以看到光是油商巷 有這個碳纖維式樣的裝飾件 有旁邊烤漆件 搭配起來加上兩旁的配色 搭配上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一樣參考了空氣力學設計的尾部 整台車 他就是走一個戰鬥式樣 這個是他的設計原點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他的配備 首先燈具部分非常有趣 我們來看一下 頭燈開啟 他這個LED定位燈 會先做一個流水型 跑馬燈式的設計 這個其實很浮誇 尾燈的部分也有 然後全車都是使用LED燈具 包含了設置在 後照鏡兩旁的方向燈 那這個其實很有趣的是 如果你現在當看頭部的話 你會覺得有點大 因為他頭很精簡 可是你這兩個造型 其實你會看體積太大 但如果我們考量到 因為這台車他在設計的時候就有考量 你平常在路上騎公路騎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要下賽道的話 直接拆掉 你會發現他就是一個跑車型 所以這個雖然大了一點 但是為了公路上的辨識度 他是採用這樣的設計 反正你下賽道會拆掉 OK 那配備部分呢 向來我們之前 雖然介紹春風動力的車不多 可是我們都講到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他的儀表都做得很漂亮 這是他的TFT 液晶儀表呢 一樣有一個很漂亮的開機動畫 顯示的也很清楚 那比較要特別說明的是 其實如果以原廠配置來講 他是可以跟手機做連線 他是有進階的 像導航啊 音樂播放的功能等等 但是目前在台灣販售版本 因為有一些區域限制 所以還沒有完全的開放他的功能 不過今天在發表會上總代理有提到 之後應該是會開放的 這個部分如果你有疑慮想了解的話 可以洽詢經銷商或者是代理商 他們應該會做進一步的解說 好 那再來油箱鑰匙開啟 容量是14公升 那比較重要的是啊 他雖然除了我們剛剛講 儀表是很精緻 然後燈具也設計的有點浮誇 但是重點在於 他的性能配備 前面他使用的是37mm的倒立式前叉 那後面用的是 中置的多連桿單槍避震器 那前面的自動系統呢 則是直接用上了 Brembo的輻射對視卡鉗 因為他就是希望說 這一台車 我們要以速度 以性能為主 所以他要做這樣配置 所以看到目前為止 你會發現 他確實是希望 在這個急距 因為其實坦白講 你今天來到 黃牌雙鋼 運動型車款 大約400多CC來說 應該對手就是令夾400 那既然他鎖定令夾400 除了這些配備以外 在動力性能 在騎乘起來的感覺 也是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我們跨度上車 因為現在 車子是駕起來 不方便駕下來 他的座高呢 是795mm 那如果你希望有低座高 他還有一個785mm的選配版本 那也有競賽版 就是座高比較高 815mm的版本 這個就看大家 你實際腿長 你實際使用的需求是什麼 你在選車的時候 買車的時候呢 可以跟你的經銷商來做一個選配 那現在車雖然沒有放下來 但是我剛剛在騎乘的時候 我的身高176公分 以這個原廠標準座高來說 我雙腳放下來 其實不會很吃力 他的油箱兩側是做比較內銷的 所以放下來自腳性是好的 這沒有問題 那騎乘姿勢呢 因為他一直不斷強調他的速度性能 搭配上這個帥氣的釘風翼 但是你會發現他的坐姿很有趣 前傾是比較運動 因為他腳踏跟手把整個搭配起來 騎乘三角是比較運動化的 沒有錯 但是不會到壓迫 只是你要注意 因為油箱他是比較內銷的 所以在騎的過程中 如果你沒有有意識的去夾油箱 你單純讓手去乘你腳是放開的 其實騎著你就會發現 手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但是如果你有去夾 這樣搭配起來 就不會那麼累了 OK 這是基本的他的騎乘姿勢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到 他的動力系統 我們先來聽一下他的引擎聲浪 說真的 450SR他的引擎聲浪還不錯 因為他是使用270度電火 所以他會跟一般雙缸引擎的聲浪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個人覺得很飽滿 而且那個油門轉上去 拉轉的感覺也很好 但是在分享試駕感受之前 還是要先提一下他的基本的引擎租源 他所使用的是水冷式行程 變列雙缸DHC4D的引擎 實際排氣量是449CC 最大馬力46.9匹 在1萬轉的時候產生 最大扭力39.9牛頓米 在7750轉的時候產生 使用的是往復式6檔的鏈條傳動 那搭配有滑動式離合器 那比較特別的是啊 因為官方希望說 他可以更運動化 有些人可能會騎他下賽道 所以他在打膽桿的機構上 他做一個可以快速調整的功能 所以今天你要正打反打 你只要簡單的調整一下 就可以符合了 因為我們在賽道上 有時候你出彎 或是你在彎中你需要進檔 所以會需要反打的機構 那傳統一般車款 如果沒有特別考慮這個項目的話 你可能在施工上會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他有考慮進去 所以你在變更正打反打的時候 是比較方便的 OK 那接下來就是騎乘感受了 好首先 在動力部分喔 我覺得450S啊 他有三個特色 首先第一個就是 聲音好聽 剛好講過270度的點火 確實讓他的聲浪 跟其他同級的車款呢 是不大一樣的 再來就是 他這顆引擎 因為他採用雙平騰軸 他的競速性 他的整個振動的抑制喔 做得非常的好 我即便今天拉到高轉 因為我自己平常在騎車 如果常看我們視訊影片就知道 我在山路上 不管是雙鋼 三鋼 四鋼的車 因為我不喜歡在試駕說 在我還沒有 除了賽道以外 在我還沒有辦法 完全掌控 道路環境的時候 我會習慣多掛一檔 用比較低的轉速 除了可以讓我精準去掌控路線之外 我對他的動力也會比較好掌握 但是 因為他的雙平騰軸 因為他的震動抑制的很好 所以 基本上今天喔 在這附近的山路 平面道路來說 二檔就已經很夠我用了 我可以很放心的 很自然去拉到萬轉以上 因為這顆引擎 他其實本來就比較高轉取向了 所以在這樣的動力設定之下 我可以很自在的把轉速盡量的吹下去 這是他的一大特色 高轉的表現 震動抑制的很好 讓你騎起來不會覺得很有壓力 或是很不舒服 那順著這一個特色來到第三個特點就是 我覺得他的高轉延伸 確實不錯 因為他的斷油點大概是設置在 一萬兩千多轉 所以過去雙缸以前的時候 我們可能騎到一萬一 你就準備要換檔 因為再不換你就要斷油 你就要現轉了 可是他做到一萬二以上 所以在多數情況之下 你只要油門敢吹敢轉 他轉速可以延伸得很漂亮 甚至有時候你會有點錯覺說 我是不是在騎四缸的車 這個部分是我覺得 跟其他類似的對手相比來講 他的特色他的優點所在 OK 以上述所提到這些特點來講 騎起來會覺得這台車是好玩 是有趣 因為懸吊配置來說也夠扎實 玩起來是OK的 但接下來我就要講 我比較不滿意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 他的轉速比較高 你可以拉到一萬二以上 然後整個你在低檔位 你不用去多掛一檔 你就可以完全掌握他 可是就實際的動力輸出來說 我覺得偏軟 太過線性了 今天 這一台車我們剛才說的是高轉取向 你在六七間轉 沒有錯你油門轉了會有東西出來 他會推 但是他這個推就是一路推 推到八千九千 推到破萬 你從感覺到就是有人到後面 一直持續的推你 它是很穩定的輸出 而不是到了高轉或戶外 有一個爆發力 那這個當然今天就見證 你今天說 以完整掌握車輛而言 這樣動力設定沒有什麼不好 你在公路 你在賽道上 你都可以使用 但你就少了一股爆發感 外型座那麼殺 總感覺他在高轉的時候 應該有更好的爆發力才對 這是第一個特點 那再來就是 他的油門 我真的覺得太長了 我現在如果靠近一點來看 我現在正常情況下 我轉到底 我要這樣才轉到底 我要這樣才轉到底 然後油門本身又有一些間距 所以這導致了什麼問題 導致了 今天我騎出去的時候 我在前面幾個彎 我還在手機車輛的時候 我想說這車怎麼引擎煞車這麼輕 感覺不到引擎煞車 然後我按煞車的時候 發現車怎麼好像沒有很自然的減速 後來我才發現 因為當我上一個彎 或在直線我全油門之後 如果我沒有有意思的把油門給歸位 我就很自然這樣子 現在出彎 全油門了 煞車 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油門其實還有一段還沒完全回掉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會影響到你騎身 我們先講感受不對 因為你在進退檔可能會有影響 你在做一個正常的 我今天不進退檔 我在做一個正常的進出彎節奏的時候 可能會被影響 甚至會影響到安全性 那這個就連帶讓我回想到 今天在簡報上有沒有講 這一組引擎非常棒 因為我覺得引擎品質是不錯的 高轉的 那個 我真的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試試看 它在高轉的那種震動抑制 整體運轉的品質 我覺得是OK沒有問題的 雖然動力偏弱 但是這樣的引擎設定我喜歡 可是 問題老是發生在其他的部分 因為他們今天有說 去年其實有 SR系列車款 參加耐久賽賽事 在台灣 都表現很好 引擎都沒有狀況 沒有錯 引擎沒有狀況 但是就我自己看到的 其他一些 比如排檔桿 一些小問題 是有發生的 那這個也是我覺得 CFMOTO未來 不管是進軍台灣市場 又或者說 你今天想要把 我們比較中高消費 因為你今天做這樣的車 它就不是一個單純是去代步車 它是要拿來玩樂 它是比較進階的 你要面對這樣的玩家 這樣騎士的時候 這些周邊的小問題 你要去解決 這不難 這個我甚至覺得 原廠其實 他們列出一些選配的精品 直接附一個快速油門座 把這個問題給改善掉吧 這個其實是 因為我今天也問了其他人 適合別台車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這個我不喜歡 那再來就是 它的煞車很有趣 如果單純 因為前面都已經配到 Brembo的輻射對飾了 自動力沒有問題 按壓下去 我要減速也OK 在油門完全毀掉的情況下OK 可是我覺得它的手感好模糊 我一直覺得說 我要鎖匙 我要鎖匙 可是實際的按下去 當我單純以直線來試的時候 沒有問題啊 它ABS也不會提早介入 它用的是Bosch的ABS系統 它調校的我覺得也不錯 不會過早介入 但是 在你全力煞車的這段過程中 包含前面包含腳 我覺得 都比較模糊一點 那這個都是會影響到騎乘體感的 OK 所以 就這台車的整體駕駛感受來說 我覺得 有超過我預期 引擎的部分 本體上我覺得很好 懸吊也夠紮實 幹就是油門啦 煞車這些小問題 如果這些可以改善 今天說真的 你把它擺在 400CC 變列雙鋼 黃牌集區裡面來講 我覺得它是很有競爭力的 那這個其實也回到我們之前在做 CFMOTO系列車款報導的時候 很多包含台灣包含大陸網友提到 你現在看都沒有問題 可是實際買回去之後 可能狀況更多 但是我必須要說今天我試到 就是這兩點讓我比較不滿意 其他動力也沒有那麼的強 但是真的 引擎的運轉品質 在高轉的那種 抑震感 我覺得它確實是做的蠻好的 這個必須給予它正面的評價 加上造型又這麼的殺 這小翅膀真的帥 有時候我們現在看到一些輕檔 這大家也會自己去改小翅膀 但它原廠搭配起來 就是這麼的好看 OK 那最後關鍵的售價部分 它的官方建議售價是28,8萬 但是如果你現在 在它預購期間內參加的話 只要27,8萬 對於說價錢上只有優惠 而且還搭配一些 像是如果你選購貝耐力的輪胎的話 目前也有送SBS的煞車皮 這些詳細的細節 在他們官方網站上都有列出 你想要減便宜 你現在想要成為車主 甚至參加他們的抽獎呢 都可以直接去關注去看 好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台車有超乎我預期 而且顏值真的高 我會建議大家 你對它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他們的經銷點 去看看實車 最好的話可以試加看看 試試看我們剛剛說的那幾個點 高轉的表現 整體的聲浪 造型騎乘起來的姿勢等等 或許會讓你對CF MUTO 有不一樣的感受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在現場 為大家所帶來的 補充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雨 因為我本來很想針對它的過彎 再去做一些比較進階性的挑戰 不過今天畢竟在深坑這邊 其實入面品質並不是特別好 加上有下雨 所以沒辦法做比較強烈的測試 那未來或許 台灣總代理龍球有機會 幫我們安排在賽道試駕的話 我們再來做更進一步更深的心得分享 OK 那對這台車有什麼想法 想要討論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SUNN 請記得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